前台东县长 也是现任县长黄建廷的父亲黄敬峰先生 在日前因病辞世 家属于4月7日下午2点 特别选在黄老县长住了8年的县长公馆 举办不朽之名 无尽之爱老县长黄敬峰追思音乐会 为了感念黄老县长在任内 协助成立台东基督教医院 在那个没有全民健保的时代 造福无数穷苦的病患 也让当时隶属偏远地区的台东人 有了更多的医疗资源 当年创办医院的谭维义院长谭霸 人在美国特别写了一封追思老县长的信 黄老县长对规划与新建台东基督教医院 不仅有莫大的注意 并为我们排除万难 比起我们去过的许多地方 台东的建设在短时间内有着长足的进步 黄老县长高瞻远瞩的领导功不可没 台东基督教医院也由马副院长带领大家一同献上诗歌 表达对老县长诚挚的感谢 在会中也特别邀请当年追随黄老县长的基督秘书李海清 以及农业局长陈玉玲追溯了老县长的生平 分享他们所认识的县长黄敬锋 孝行可亲这几个字就是代表我们所认识的老县长 台东的老历 龙中也知道 都会这样说 欧阳凤净的孩子 实在是非常友好 音乐教师胡代明老师也为黄妈妈献唱一首他最喜欢听的歌 千锋之歌 感谢老县长任内对原住民朋友的照顾与付出 黄敬锋老县长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自台东中学毕业 第一份工作还是台东中学的书记 追思会中由东中学弟们演奏他最喜爱的交响曲 并由老县长的孙子黄思华一起为他献唱东中小歌 向这位杰出的老学长致敬 每一个年代都有他不同的挑战和使命 在爸爸的那个年代 他们是一群辛苦勇敢的拓荒者 一直到今天在台东许许多多的角落都还留着 爸爸当年为台东努力开创的痕迹 这些日子每当我为宪政在头痛 想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仿佛 总会听到爸爸在跟我讲 儿子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我知道 爸爸在天上一定会帮助我做一个好县长 会保佑台东无灾无难 他一向最爱朋友 他也一定会祝福今天 在场的每一位亲友都能够平安健康 老县长黄敬峰不仅是台东游史以来最年轻的县长 任内也为台东基层建设打下重要基础 这次会现场挤满上千位民众 带着不舍难过的心情 一同缅怀黄老县长为台东奉献的种种事迹 陪着老县长走完最后一程 台东县政府专题报道